白帮王尔利 虚米草神 那希达的冷气 毋庸置疑 就像此时皮膚弦的弹幕一样有多 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抽呢? 大家好 我是五叫 点赞看 那希达不歪 本视频总结了一些 大家专心的那希达抽取问题 并继续解答 先一看到最后 一定对你有所帮助 视频看了前 先给大家送上一波欧气祝福 祝福了三连 端祝 点赞的兄弟们 一发出镜 十连三斤 每次抽到 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 感谢各位大的支持 1. 觉得定位 有缺点的对比 那希达 草神 五星草西法律角色 定位后台复兮兼服务角色 用了为队友提升精通 以及长线队形多少能力 优点 多少时间长 人缺时间短 极致新颖 可以链接敌人 输出分贝 技能范围大 一技能大招都有较大的范围 培养成本低 生理物金金金 祖神一技能吉特 配对灵活 射用性 方向性 动能性拉满 大世界体验极佳 得通取物的能力实在太顶了 精通收益刀 那希达的元素精通 不仅可以用来队队友 还可以用来提升自身的伤害 并且抽草神还中全虚名NPC心理化 非常划算 缺点 朋友倍率低 不过一般动作好他的倍率都不到 二 动能性 这种搭配 那希达拥有长达25秒的超人时间 超刀频率 草元素附着能力 只要是打草元素体系的阵容 都是需要那希达的 而草神后来刀平多少草和精通短的能力 也得草神大而增加短痛的就得通奸 最新UP的尼路和赛洛 肯定是需要草神的 还有之前脑体系也有受益 比如龙丹 把香蜜换掉 草神的派对 派到巴尼特 基本才可以做到 难说反应不断 那么剁火就不会断 新的小冬战腕队 以及赛洛和尼路绑定草神 就不细讲了 但兴趣的小伙伴 台湾这期 那希达超级毕业东略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套阵 一 四神队 钟离 还是四神队好玩呢 二 新龙丹队 丹羽 巴尼特 那希达 万叶 因为燃烧反应的存在 保护好丹羽射箭的频率 才会让丹羽渐渐融化 先较于原本的龙丹体系 这套新体系的DPS会登刀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这种中没有盾斧 所以对操作要求会比较高 对支撑操作比较自信的小伙伴 才会把万叶换成钟离 三 特飞纳钟 特勤 飞谢尔 那希达 钟离 特勤一套自身的多段多少雷 才会触发多次激发反应 伤害十分特端 如果你对于自己的手法比较有自信 钟离可以换成万叶 对全队的伤害提升有很大帮助 有什么绝对更好的配对 也才在弹幕评论说说看 有其他问题也才在弹幕评论提问 我为第一次回复的 相信都会到游乐星报夹的 是保护性未来潜力 草神拥有独一无二的刀频率 大范围长时间断炒能力 具有问题的巨断 钟离的护盾 雷神的充能一样 全体尔特大陆独一份 偶信还许我多言吗 其次就是未来潜力 虚名角色出的比较频繁的时间 就是3.1至4.0之前了 在这一段时间内 虚名的角色肯定会百发其放 越来越多 可以参讨之前到期版本 草神作为超反应体系的核心点 需要的角色则越来越多 而且目前不只是新体系能获得提升 很多老角色也得获得提升 比如单语 霄冬 特勤 包绳子 5 抽取性价比分析 抽取建议 七神必抽 纳西达肯定是非常值得抽的 强度 动能性 放用性 体液胆都非常不错 不吃培养资源 零命草神就得以玩了 平民玩家得也不用追求命做 也得以不抽专武 草神还是有挺多效益替代武器的 比如流浪的碗星 记忆残障 流浪月章等等 主生一代异技能 剩一物金金金吉特 抽取性价比很高 可以称之上是大部分玩家的必抽冷圈塔 所以我当然在抽取建议是 没有的都建议捞一只 现在就很猛了 未来只会等我们 预算不足的抽取灵命搜索吉特 预算充足的可以讨论 二命加装武全部拿下 感谢大家的三点多种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